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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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要帮忙清垃圾 很多很多的一个工作都由于大家的一个付出 所以能够让它圆满 因此今年内政部我们特别以周辉休庭 作为我们这一次表扬活动的一个主题 也彰显我们民政团队在这一场百年大议的过程当中 即使碰到各种不同的状况还有困难 我们都能够一一的来克服 副总统赖清德也特别出席 向这群劳苦功高的基层村里长及地方民意代表致意 感谢大家全心付出 除了在疫情期间对防疫工作的贡献 包括面对台风等天灾时协助政府防灾救灾 及对地方弱势的照顾更让他深受感动 当然台风这几年没有进来 台南市有很多危险的地区 断层带或者是台风来的时候 也有一些区域必须要撤离 我每一次看到我们村里长每年都会演练 跟里面演练 然后以应变 如果真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才有办法实际上保护村里民的功能 那这一部分呢也做得非常好 那第三个就是我感受很深的 也是刚刚我们右舱部长所说的 对弱势照顾 生活困难的 还是小孩无法打扮 还是老的无法打扮 这个差不多村里长 差不多是每一个村里面 村内或是里内 每一个家庭的一份子一样 好像大女孩 还是大女孩 还是媳妇 还是说 甚至像扮演爸爸妈妈的角色 所以一点其实是令人很感动 也可以看得出台湾社会 温馨的一面 由于到2025年 全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 将超过20% 达到世卫标准的超高龄社会 赖清德特别感谢中央推动的长造2.0社福政策 获得基层村里长与明代协助 向长造据点 在2016年前全国只有700多处 目前已经增加到1万2000多处 长造服务员也从2万多人成长到现在的9万多人 赖清德期盼村里长秉持初衷 持续在第一线为民服务 成为国家持续成长茁壮的重要力量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中家宽屏为了要推广第三公用频道 与台北市中山社区大学合作 推出影像制作培训课程 全程免费吸引了不少民众 报名参加议员导演梦 对 他两只手去操作的时候 他时间会被说 就让你更容易看每一个 每一个每一个 上前后的画面是什么 按这个认识 对 认识 用不见了 对 他就可以去除背景 那你也可以变成就是 给他不同的背景 腰边 对 我可以用颜色 我可以用颜色 对 学员跟着课程老师步骤 在手机上学习剪接影音 将生活美好回忆集结成片 每位学员都露出上扬的嘴角 与身旁好友和家人分享作品 专家宽萍和台北市中山社区大学合作 推出影像制作培训课程 帮助民众议员导演梦 今天谢谢公用频道带了帅哥美女 来帮我们上课 尤其是我们这个美女老师 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受益良多 我们班上你看每个人都很高兴 对我们的人生来说 会更多的色彩跟丰富 像我们这种年纪 也许也不想再颓会了 所以学习一样不一样的东西 动动脑筋是很快乐的事情 就是那个影片上传 做影片 还有编辑 这些对我们都很受益 我们自己的家庭聚会 或是理由 都可以做影片分享给大家 今天很高兴就是有这个机会 有老师来教我们这些影片上传 原本我对这个影片我就很有兴趣 加上今天老师又教我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 还能够学到这一些影片的 剪接的技巧 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可以利用剪接来记录一些 我家庭的小孙子的照片 一些影片 还有朋友之间去旅游间的 互动的一些影片 我觉得很好 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 影像制作培训课 拉近市民与影音创作的距离 且课程完全免费 吸引不少有兴趣的长辈 跃跃于世 甚至有高龄90岁的学员 也参与其中 与家人一起报名 累积自身创作能量 因为我年纪有一些 大了24年次了 我在家里 现在有一点无聊 所以来 这个参加这个 手机88GO 我是非常的开心 还有这个班长跟老师 非常的好 很有爱心 所以我上这个课 非常的快乐 谢谢大家 有那个拍照 还有这个很多的内容 我 是 进步很多 就是啦 是大家 我是 家庭的 还有同学 所以我 来 来这里都很喜欢 很快乐 因为我比较喜欢旅游 所以我分享的是 我去国外旅游 一些影片 照片把它组合成影片 谢谢 谢谢 因为在影片上 我先前是有一些 我大概都可以摸索到 但是今天经过老师 我再详细的问他 可以告诉我一些 转场啊 还有音乐啊 还有那一些 要删除掉的 怎么样的一些技巧 今天又多学了一些 所以觉得很高兴 谢谢 未来我还是会继续在 这一块上面 再继续学习我的兴趣 那 谢谢 课程作品 还可以在公用频道播出 也就是有线电视第三频道 这是一个全民的频道 只要影片不涉及商业 或有图力的内容 任何人都可以 向有线电视系统申请突播 落实媒体禁用精神 公用频道站 记者温宜君台北报道 国立台湾博物馆推出 重返物台台博与当代 卢凯的对话特展 展出台博馆及屏东县 物台乡卢凯族珍宝 总计超过百件卢凯族展品 展览以百合花六半形象为主的意象 从各角度 呈现卢凯物质的文化不同层面 带领观众认识百年前 卢凯的生活长情 与人们的精神世界 卢凯族部落齐老 用祈福的歌声为展览揭开序幕 国立台湾博物馆推出 Galabah重返物台台 台博与当代卢凯的对话特展 以百合花六半形象为主意象 展出超过百件卢凯族展品 展览历经四年筹备 连结在地部落文物与语言 颠覆以往策展方式 以原名观点 诠释文物与历史 以往大概都是以汉族的观念来策展 那我们这档展 其实筹备蛮久的 从民国98年开始 其实台博馆就已经开启了 这个文物返乡的计划 那我们分别跟 原名的这个29个地方文化馆 有展开合作 那其中我们也有跟7个馆 已经策展了 到目前为止 已经策展了这个9党的特展 那110年的时候 其实获得文化部大力的支持 那我们免疫经了4年 邀请这个卢凯族人到我们 库房来看他们主间的文物 然后再回到部落 到社区去做这个田野调查 然后由族人跟祈老的一个全市的资料 共同来策展这一版的展览 所以我们110年的时候 虽然碰到疫情 但是我们也回到鲁坎文物馆 策展了这个鲁坎珍宝 百年文物回娘家的这个特展 那我想这个特展的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它代表了鲁坡馆 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史冠的改变 我们从在地 以在地部落的联结 在地文物的联结 我们用族人 用在地的这个观点 来重新诠释 海坡馆典藏的原住民的文物 大馆跟小馆之间 平等分享的精神 那我想去年在 在舞台的充满舞台在那的展出 今年在我们大馆展出 其实就是大家分享 那最后其实就是 我们整个馆或是整个文化部 希望推动原住民族主流化的精神 我可以看 今天整个册子 是以百合花六个方向 六个面向 那其实也表达百合花这整个的精神 那我想百合花精神 在十几年前 已经影响了野百合的运动 但是我相信未来 盧凯族的百合花的精神 应该影响全台湾 不管它的艰苦卓绝 不管它的纯洁 住人的精神 甚至在困难的半径越发明异 这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精神 展览展出众多盧凯族收藏品 包括具有百年历史 典型盧凯族屋顶型的传统木盾 还有彩自屏东霧台乡 大午村的人面纹彩绘雕刻屋柱 而台大人类学博物馆 则出借一件典藏品 盧凯族物台社 木雕研行 屏东霧台乡 盧凯族文物馆 展出来自部落的传统服饰 服饰配件 礼器等文物 从各个角度呈现 盧凯族物质文化的不同层面 这一次我们的特展有150件盧凯族的展品 这一次的展览是跳脱过去 由外务专家来诠释的观点 完全是用实际的田野调查反弹 来自于部落族人的文化的知识 并且还由中文跟卢凯语来并行展出 那这样呢 除了是取得新的诠释跟这个观点 来自于部落族人在地的文化的观点 由族人自己诠释之外 而且就像刚刚次长所说的 他完全展现得出 是各族群平等的概念 这样的方式呢 是尊重在地社群 以及愿意跟部落族人的对话 我相信这未来 会是博物馆界很好的展览的范例 那为什么要用盧凯族的这个图画 因为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盧凯族的这个文物 所以我们当然要用最高标的这个 表示我们盧凯族的这个象征符号使用 那我们后面的这些我们的策展也分为六个单元 他相对的就是应对的是我们百合花瓣的六个花瓣 那一进来这就是第一朵花瓣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是我们的最高精神指标 那其实讲一句话 所有的每个都是要呈现一件事情 就是活得像人 我们的老前队是这样跟我们讲 而我们用百合花来视觉上的告诉我们 这就是我们成为盧凯族 一直在提醒我们 活得像一个人 像人的一个日子 Galaba重返舞台 台博与当代盧凯的对话特展 即日起至113年3月10日止 于台博馆奔关展出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认识盧凯族的百合花精神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第17条干线公车 北环干线由620公车路线转型 提供市民更密集的公车班次服务 同时也适用干线与双北市区公车 双向转成优惠 渴望增加通勤民众使用的便利性 北环干线6月30日通车营运 串联士林内湖及南港行政区域 并连接北投士林科技园区 内湖科技园区 南港软体园区等多个产业园区 也衔接捷运北环线及部分东环线 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北环干线的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是台北市的第17条干线公车 那基本上它的占监日运量有达到 我们接近我们Peace干线公车 占监日运量18000人次的一个标准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让北环准备要开通了 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养克的方式 让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养成它的习惯 所以我们有Peace的这条北环干线公车 那它是从北市科的辅美站 那它会到中华科技大学 那途中也有经过北市科 还有内科 还有像南卵圆区的部分都有行经 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类监狱 班次密集 然后提供转程优惠 不管是捷运转公车 或是公车间的一个转程优惠 来鼓励民众来搭乘我们大众运输 比照八横八纵干线公车陆网概念 背环干线公车以平日班距尖峰5到10分钟 即离峰10到15分钟 提供民众密集的工程班次 双向转程也享有一段票半价的优惠 刚太空的部分的话 原则上就会提供转程优惠 那班距它是从620转型 那620的尖峰班距本来是10到15分钟 那现在它的尖峰班距有提升 那我们是从5到10分钟就会发一个班次 所以伏水准是有提升的 基本上我们是希望先从大众运输 提供供给的一个部分 让民众来习惯来适应 从私人运句来转程我们的大众运输 我们希望从供给面的一个部分来提供 包含一些班次比较密集 还要提供转程优惠 让民众的负担变得比较轻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来吸引私人运句的一个转程 原本的16条干线公车通车之后 我们有去做一个成效的一个评估 那基本上运量大概会 转型前后大概会提升6% 所以我们按照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去评估620它转型之后 那运量基本上能够每天的日运量 可以提升大概2万人士左右 北环干线公车车体站牌指示标志 都有加强辨识设计 增加干线的辨识性 专属代表色彩为黄色 欢迎民众多加搭乘利用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网络的线上购物 成为民众的消费常态 带动代收代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 蓬勃发展 根据统计 目前登记的业者已经有14000多家 为了避免设立门槛低的第三方支付 成为诈骗集团的洗钱管道 立法委员郭国文与中嘉宾 共同召开记者会 要求数位发展部等主管机关 应该要拟定对策 加强监管 落实洗钱房子 扛起打炸责任 立法委员郭国文与中嘉宾 大声疾呼 落实洗钱房子 扛起打炸责任 因为方便民众购物消费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设立门槛低 恐沦为诈骗集团诈骗洗钱 及躲避检警查器的工具 因此郭国文要求速发部 针对第三方支付业者 因比照虚拟货币模式 在两个月内 强制完成法尊声明及登记纳管 14424家当中 我坐在的 我们也问过这个速发部 速发部的主管机关 居然也不知道 居然也不知道多少家 所以说你连多少家 你都不清楚的情况底下 你如何进行管理 所以呢 既然速发部有相关的 这样的管理条文在场 我们就要求速发部 对第三方支付的管理 应该比照虚拟或不一样 要求限期两个月之内 要予以登记 中嘉宾也指出 14000多家第三方支付业者当中 有三分之二支本额是零 他严重怀疑有诈骗集团 直接开设第三方支付成为洗钱管道 因此要求主管机关应该针对支本额 金流信托与虚拟账户三项加强监管 第三方支付业者主管机关应要求必要的资本 而以落实法尊要求 第二主管机关应该对于金流信托过程 予以明确的规范 包括郭文所提出的 从支付嫁金到领取 嫁金的过程 第三 对于虚拟账号的泛滥 必须刻意第三方支付业者 必须针对使用虚拟账号的过程 能够做及时的存入 我不敢说监控 即时存入就好 那这样子才能大量的 有效的去恶阻诈骗集团 使用第三方支付作为犯罪工具 不過訴發不代表在说明 目前管理措施时 却引发郭文不满 直批好像侯友宜讲的都是官话 第三方支付服务业这部分 它目前不是特许行业 你现在考验我的耐性 你也有点像侯友宜 我请教你 我再问你一次 訴發部到底要不要 离同金管会处理 虚拟货币的这种管理的方式 只要任何 就是说有助于第三方支付管理的 这部分 我们都会愿意来积极来研究 那需要做跨部会的合作 我们其实也都 从成立在 我们就一直跟高权署 刑事局打网 还有金管会 NCC 都不断的在开会来提升 我们这个第三 不管是第三方支付 或者是其他诈骗的一些 一些房制作为 金管会方面则表示 六月银行公会已提出 对第三方支付提供虚拟服务的强化措施 中间他在做业务的时候 要不要持续审查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发现异常 便利的科技工具 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管道 记者 张琪辰 台北报道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大同区公所112年成年礼活动 在永乐广场温馨登场 适逢城隍爷圣诞前夕 特别由城隍老爷祝福即将步入成年的礼生们 平安长大 市长蒋万安也在现场恭喜所有的礼生转大人 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参加成年礼的礼生与家长们 来到台北沙海城隍庙 在城隍老爷的加持下 祝福即将步入成年的礼生们平安长大 市长蒋万安也到场一同欢庆这个重要时刻 除了感到格外开心与感动 蒋万表示有着城隍爷的祝福加持 更是让这次成年礼活动充满神圣的意义 今天所有来参加成年礼的礼生 所有的年轻朋友 在我们城隍老爷的见证之下 都能够迎接人生新的礼程 新的阶段 我也期待我们每一位 今天参加成年礼的年轻朋友 展望未来都能够发光发热 能够朝自己的梦想目标前进 大同区公所除了精心准备丰富的成年礼品 分享给李生及家长 现场还安排精彩歌唱表演 精油按摩孝青仪式 以及成年盛典等活动 带给李生与家长温馨愉快的 情子时光 而压轴彩蛋抽奖活动 更是让现场气氛 嗨到最高点 我们今年的成天礼 特别结合我们峡野文化节 那也适逢我们城隍老爷的圣诞 所以我们今天办理一系列的活动 除了替城隍爷卵授之外 也让城隍爷替各位李生祝福 献上平安跟喜悦 除了刚刚替峡野城隍庙的城隍爷卵授之外 那我们今天也办了一些精彩的活动 去场真的要祝福各位李生 即将成为一个有担当 老负责任的成年人以外 不要忘记在你们的左手边右手边 要感谢你们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 我在这边要祝福各位最佳男女主角 蓬城万里 同时也要祝福我们在场的爸爸妈妈 身体健康和家平安 这次成年礼活动 现场涌入300位亲友与市民 一起见证温馨且特别的成年仪式 许多李生更是全家出动 还有三代同堂的共同参与 不仅展现家庭的凝聚力 也见证家族的连结与传承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金剧天后魏海敏 受次公开收图 宣布将国光剧团黄诗亚 当代传奇黄若林 陈允文三位优秀的青年 但行演员收为土地 由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王安琪 团长张玉华 当代传奇剧场艺术总监吴兴国 以及行政总监林秀伟建政 正式宣告金剧梅派艺术开支散业 舞台上摆放梅兰芳、梅宝九 还有梅兰芳在牡丹亭里 诠释杜丽娘的照片 金剧天后魏海敏收图仪式 在台湾戏曲中心举办 由黄诗亚向魏海敏奉茶 黄若林乘上拜师帖 陈允文奉上树修 师徒四人一起合唱梨花送 场面温馨感人 黄花开春白雨 黄花落春日的雨 council发展 damaging 这家人在古兰芳去 此生只唯一人去 寶康俱光 心也识 心也识 一直有人希望我收图 那么但是我一直觉得说 我传承的是梅兰芳大师的一种表演体系 那么我就是代诗传译 所以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来收图的 但是我后来在这几年疫情 我就发现沉淀的时间比较多了 那么我发现其实身为一个老师 在教学生系的时候 其实他教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动作 或者一个表演 其实他要大量的去投注于自己 对于角色的认知 以及自己对于 如何的在这个人世间 呈现属于一个演员的自己 是应该怎么样如何自处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部分呢 不是说 并不是说好像学系 学一点点就算了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原因 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我教系真的教得非常的巨细迷遗 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细节 我都不放过 因为我觉得我的整个成长的环境呢 是现在的学生所没有的 所以我很希望把我自己过去所有的经验 所有的经历都分享给他们 我希望他们能够了解 我对于戏曲的看法 我对于京剧表演艺术的一种 一种 一种境界吧 1991年魏海敏正式拜 梅兰芳大师之子 梅宝九为师 成为旗下第一位弟子 魏海敏自此真正打开梅派艺术大门 在拜师32年后 魏海敏也将单起薪火相传的托付 我91年才去拜师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自己是不足的 我是必须要再学更多的东西 我才能够好像存在多的钱 我才能够去花一样的那个感受 所以我在91年拜师之后呢 我是潜心的学梅 但是回到台湾来 我还要生活嘛 我还是跟台湾这个土地 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台湾这个地方呢 它比较少的这个 所谓的业余的票友 它比较少 所以呢我们必须在表演里面 增加更多创新的部分 所以呢我就觉得 我好像在北京那里 一直在挖掘传统的 一直在学习传统的养分 但是回到台湾来呢 我就不断地要去 去创造一个新的人物 创造一个新的角色 那么这两样东西呢 我就觉得在我的身上啊 好像就是一体的两面 它缺少任何一样都不行的 那么这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今天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 小小的成就呢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分割的 收图一事由国光剧团 艺术总监王安琪 团长张玉华 当代传奇剧场 艺术总监吴兴国 行政总监林秀伟 作为见证嘉宾 看到京剧梅派艺术的 已开支善业都相当感动 感谢魏老师 愿意把自己一生的梅派艺术 传承给三位 获得您信任的学生 遥想三十二年前 也是六月吧 夏天 魏老师一个人单枪匹马 去到北京 拜师梅宝九先生的时候 魏老师的身份 是台湾第一当红的 明灵弹角 可是他去到北京 他把自己的一切归零 一切从头开始 跟着梅宝九老师 学咬字 学发声 练气口 找尽头 练就了气沉丹田 把自己的身体 变成一个大音箱 所以魏海明老师 当年学习的梅派的成果 并不是说 我学了这出戏 学了那出戏 学了三出戏 学了五出戏 而是他可以体会各中三昧 体会了梅派艺术的奥秘 梅派艺术的奥秘在哪里呢 梅派没有特色 可是他沉着大方 中和稳健 简单说就是大气 这两个字 这个就像是一个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活水泉源 也是一个无限大的 艺术资料库 而魏老师取得了 这把钥匙 从此以后 他用这把钥匙 打开了这个 无限大的 梅派的资料库 魏海明表示 学习是一辈子的追求 他期望自己 能像梅宝九老师一样 成为习义者 与艺术精华的桥梁 引领学生 在艺术之路上 走得更脚踏实地 记者林习惠 台北报导 台北市南港区近年来 蓬勃发展 不过有许多老旧的社区 及建筑物急需更新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 有关用地的部分 已经设置了 室友资产工需整合小组 将盘点后 做最有效的配置 台北市长 台北市长蒋万安热情的 与每位里长握手打招呼 上任后首度与南港区里长举行座谈 老旧社区与都市更新 成为里长们关注的焦点 其中南港里里长 李志景就提案建议规划 南港高工测边囊带 新建多工人综合大楼 这整个结果包含 项目局中华电信 土地银行 整个搬迁到 现在那个高工位置 那个路侧的限制空地 把它做一个机关的综合大楼 让这一块地 我们目前具有这块地 我们可以DOD出去 增加市区的收益 对此角湾回应表示 有预留相关用地 为了将空间做最有效的配置 目前在府级层级 已经设置室友资产 供需整合销柱进行盘点 我们会盘点 比如说南港区 室友闲置的空间 包括学校等等 或者是眷社 那另外 我们也会盘点 包括里长们报上来的需求 有的里长是希望 这边我希望 比如盖社宅 我希望有社福 有日照 公托公用 那当然我们会请 选择单位 去了解 比如说 这个里 的确我们需要 公托 或者我们这里 需要日照 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完整盘点 然后呢 来做一个调配 拉到府级层次来 另外有四位里长联合提案 呼吁台北市政府 针对东区门户计划 范团内的老旧社区 进行通盘检讨 尤其在交通部分 中南里里长张昆龙 游行 如果不事先规划改善 恐怕会成为 内科交通问题的翻版 因为人家外宾来看的话 哦 不过 现在是很不好看 结构很不好看 我们凯冬市 一定是守 六度之后是守 不要这种结局 存在我们 这个比那些地方还重要 因为张昆龙馆两个市场 好像台湾人做的西山 未来的拉拉波进来 这一块以后 张昆龙馆 还有奥勒 还有人口进出在南港的 以后会变成很大很大的交通阻散 我希望政府在这一块的交通 要特别特别注意 移民变成内部内科的第二 这一块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对此台北市长贾湾表示 有关加速更新部分 都发局正在进行研议 预计第三季将有一个初步的结果 交通部分 贾湾强调会用各种方式 提供市民多元的交通选项 希望南港园区不要重蹈 内湖科学园区交通问题的附册 我们预计大概第三季 也就是9月 我们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那我们希望的是透过目前盘点 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跟手段 把这些目前老旧或者是有公安疑虑 或者是这些环境真的非常破旧 期待更新的地方能够加速 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正在做的 所以接下来第三季 我们会提出这样的方案出来 所以里长们很关心这个部分 我们都有听到地方上面这样的心声 第二个里长提到交通的问题 我们现在也理解 在很多规划上面 千万不要重蹈内湖科学园区的时候的附册 所以包括我们现在推出很多的政策 包括接下来马上施行的120月票 就是希望大家使用大众预数工具 那我们希望转变这样使用预数工具的习惯跟方式 各种规划我们都会来做 也确保南港相关的交通不要恶化 蒋万在会前受访时表示 不只在南港区 从台北市整体来看 不少地方也的确需要加速更新 因此在都发局第三季 有一个初步结果出来后 将就各个地方期待更新之处 透过各种政策手段来加速推动更新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为了要推广效行观念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举办 效行楷模表扬争选 由中山区11所国校进行初审 在推荐至中山区民俗委员会进行复审 共选出42位效行楷模 在各校招会中颁奖表扬 中山国小四位五六年级小朋友 从中山区民俗委员会会长黄一郎 以及委员同胜辉手中 接下奖状与奖金 并接受师生们的掌声肯定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从112年4月起 办理效行楷模表扬争选 以中山区11所国小五六年级学生为举荐对象 希望发觉感动人心的效行事迹 让获奖学生的效行能够成为众人表率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感谢我们所有的委员 大家同心能够协助帮忙 我们这一次在我们中山区11所国小 颁发向勤凯模奖 那我们这个中山区民俗会 就是为了社会的一个公益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我们课纲里面都有那个 生活与伦理还有公民与道德 那我们现在那个课纲没有 所以这个小朋友他们就比较不知道说 怎么样能够这个孝顺回馈父母 所以说我们特地颁发这个奖项来鼓励所有的同学 对孝顺父母对这个长辈能够能够照顾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永远的推广 那希望说学校能够来协助我们 在这个学校的校刊 还是说公布兰能够在我们得奖的学生 能够把它刊登出来 让其他的同学如果看到的话 他们可以感受到这样子一个同学的一个孝心 感染到其他的这个小朋友 让我们的家庭更温暖 社会更和谐 其实我们这个校刑场推动的应该是蛮顺利的 那可能这几年以后 我们陆陆续续着重在这个区块 外面的奖学金的成分比较多了 因为很多公庙啊什么都是很多在办奖学金 所以我们民俗会应该是走向这个民俗风气 就是把如何端正学生的品性跟教养 帮助家里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这个民俗会已经有那个讲 那个一年两次的讲学金花旺 那今年的校型楷模是今年第一次开始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好的那个传承 可以永远一直传承下去 这次获奖的四位中山国小学生 都在生活中展现孝顺父母的具体行动 学务主任王彦涵也代表学校 感谢中山区民俗委员会 让学子的校型能在学校中发扬传承 就是帮忙他们做家事 然后有一次妈妈确诊 然后我就帮他煮饭然后给他吃 帮妈妈煮饭你觉得不会呢 不会因为之前煮过很多次 那妈妈有没有觉得很感动 有 因为我有一个弟弟 所以就是平常父母很忙的时候 我会帮忙照顾他 还有就是平常会帮忙 就是例如说出去倒垃圾 或者是帮忙洗衣服或晾衣服之类的 这边要特别谢谢中山区的民俗委员会 这边就提供给我们学校的小朋友 有这样子的机会 那其实中山的孩子们都很棒 那平常在不管在家里或者是在学校 他们都会针对这个部分 会有一些行为的表现 那我觉得刚刚小朋友 在他们的感想里面也说出来 就是他其实在对弟弟妹妹们的照顾 那我觉得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 对学弟学妹都有一定的照顾 那当然对师长也都很有礼貌 那这些孩子都是学校的孩子们选出来的 那也很恭喜他们 那也祝福他们 因为有些孩子已经要六年级 下礼拜就要毕业了 祝福他们就是毕业快乐 那也希望这样子的好行为 能够在中山继续传承的下去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会长黄一郎表示 希望透过活动 勉励大家从日常生活做起 展现慈效行动 未来也计划推广到中山区各国中 让校型观念在校园扎根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文山区超大型的特色在地亲子活动 目前在新龙二区社宅正对面 人行道热闹展开 由新龙社宅亲创户 文山儿哨平台 文山区公所共同合办 推出了游戏运动摊位与舞台表演 小朋友拿起水球在雨中打水仗 完全不怕湿越玩越嗨 最后连水枪都出动 这场由文山区公所 新龙社宅亲创户 文山儿哨平台 共同合办的在地亲子活动 让大小朋友留下欢乐回忆 活动内容分成主舞台 游戏摊位及运动项目 游戏摊位有来自台北市 各社宅亲创推出的游戏与运动 文山儿哨平台伙伴们 各自推出游戏关卡 以及文山社大小小游戏设计师 制作的新龙实境游戏 带大众闯关 像是弹力球 武功隔头篮 套圈圈 弹珠台保龄球等 吸引亲子家庭 驻竹和参与 看怎么超过四个 这个很厉害哦 下来 下来 三个 快平手了 四个 另外舞台上演 新龙乱打秀 乐林急球社 文山社大乐团 台湾曲艺团等热情演出 博得民众喝彩 要跟你紧紧看啊 我放下 叶花辣花的地方 叶上 感叶不暇的星光 你上演 像你一样其他 吉利共创台湾美 说完美 再说好 台湾的好吃真不少 但是环境好 地理好 健保好 福利好 美食好 味道好 形象好 文化好 台湾处处都是宝 共创未来更美好 上个这段处来宝 愿大家笑口常开乐 逃逃亚乐 好 好 掌声福利 文山区公所 涉谈宣导茶顺节 并行销市府 最新生育奖励金 加背诵 即催生 助养新政 及性别平等观念 让民众更能了解 最新福利政策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金融市税务局暑假期间 推出了小小租税主播营 不只学习主播播报的技巧 更从播报内容中学习税务知识 孩子们勇气十足坐上台 来播报云顿发票存载具 公益发票房屋税等税务知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雨翔 欢迎收看主税新闻 与中家宽平集荣合作 金融市税务局在暑假期间 推出小小租税主播营活动 两个提次 孩子们从有自发音到一阳顿挫的练习 最后坐上主播台 我学会第一次当主播 然后紧张的时候可以深呼吸 我觉得当主播很有趣 而且可以第一次体验 我当主播很开心 主播里面学到很多租税的知识 我很喜欢当主播 我在主播里学到很多租税 让我们可以认识后制 我在这边看到很多的摄影机 当主播很开心 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透过租税主播营的活动 孩子们学习到税收知识与重要性 进而培养他们成为有责任感 和良好税务意识的公民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 与牙医师工会常年合作 每半年都会安排牙医师 进入幼儿园口检和图佛 今年更有创新的 金融市幼儿多元活动 小小牙医初体验计划 直接邀请大班小朋友 参访牙医院所 不只翻转对牙医恐惧的印象 更获得正确的口腔保健习惯和知识 帮恐龙刷牙咯 怎么刷才正确呢 潜移默化下 小朋友媚人 现在都很懂刷牙 我有学到要刷牙 因为我以前刷牙的时候 才刷一下下就刷我 现在呢 现在我听到的就是话 我要练习 我就觉得我要练习刷慢一点 那我学会保护牙齿 真的很多东西 在这里可以知道说要怎么刷牙 还有还有 躺在诊疗台上的恐龙要看牙 小朋友们化身小小牙医 诊疗室变为有趣的口味教室 议长童子伟很感谢师父与牙医师工会的协助 真的翻转小朋友对牙医恐惧的印象 我们从小就可以认识这个保护牙齿的动作 以后老了就不会缺牙 我想非常感谢这样子用心的活动 让我们每一间幼稚园都有机会 来这个到诊所实际 让我们小朋友的体验 以后就不会害怕看牙 像我从小就非常害怕看牙齿 我想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这个牙医师工会的能量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忙跟协助 那也特别谢谢教育处的用心 常年与牙医师工会合作的教育处 今年大突破 推出幼儿多元活动 小小牙医出体验计划 我们是以全年性的活动 在今年3到12月间 会有接近30场的活动 让幼儿园的小朋友 亲自来到牙医师诊所 来做一个结牙的体验 然后增加他们护牙的知识 那我们今年预计 30场会有600位以上的小朋友 在今年能够做体验 我们更期待所有的小朋友 都能在毕业之前 都能有这样的体验 期待就是金融的小朋友 未来每一个都牙齿健康 好好壮壮 让他们能够从小就保护牙齿 老来就不缺牙 那我们金融市牙医工会呢 全力的配合 教育处的这一项活动 真的是全力配合 布立医院牙医科主任蔡宛如 新龙牙医诊所林新娘 及成名牙医诊所林建宏 三位医生发挥创意 运用绘本 道具模型 桌游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宣导幼儿正确的口腔保健观念 从小保护牙 老来不缺牙 透过创新的计划 让更多的小朋友 重视口腔保健 长大后都能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 再带你来看 现任立委蔡适应决定不竞选连任 原本提名初选民调第一的张炳钧 又因案宣布退选后 民进党在金融市立委提名人选 7月5号终于确定 由上一次初选民调第二名的郑文庭 获得征召 将代表民进党参选 第一位是基隆市郑文庭议员 他同时也是基隆市议会党团总招 郑文庭他本身是律师 职业二十几年 热心公益 也非常注重弱势民众的权益 在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宣布下 基隆市确定征召 基隆市议员郑文庭参加立法委员选举 对此郑文庭表示愿意承担责任 希望从台湾头引起 现在是台湾在国际社会 让最多人看见的一个时期 同时也是中国武统最严重的一段时间 在这样子轨局多变的国际情势里面 我们必须要勇于承担国家 赋予我们的一个责任 因此我愿意站出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 希望能够从台湾头引起 我们相信2024台湾头会出总统 我们也希望在台湾头赢得立委这一席 带领着台湾航向国际 面对势力坚强的对手 国民党提名的金融市议员林佩祥 郑文庭强调有信心能赢得胜利 我想相对于这个对手 我是正二代这样的一个身份 我是来自基层劳动家庭 那我有我的专业 我也长期的跟我们的弱势家庭 以及最基层的民众站在一起 我相信这样子脚踏实地的 跟民众接触 绝对是赢得选战最有力的一个后盾 郑文庭 动算 郑文庭 文庭 文庭 动算 记者张旗腾 基隆报导 而对战的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强调 自己将全力以赴 一步一脚印 请听所有基隆人的心声 把基隆人的心声带到国会去 前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张炳钧因案退选 民进党正式征召 现任市议员郑文庭 参选基隆立委 对战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 对此林佩祥也强调 自己将全力以赴 一步一脚印 请听所有基隆人的心声 把基隆人的心声带到国会去 针对昨天民进党党中央已经提出来基隆市新的参选人 来参选这次2024立法委员选举 佩祥对此感到尊重 不过问到佩祥的心情的时候 我个人还是一样 我会秉持书中 全力以赴 一步一脚印 请听所有基隆人的心声 然后把我们的心声带到国会去 另外一方面全基隆市民都很关心的 前立法委员参选人张炳君张义做的司法案件 佩祥希望在这边提醒司法单位能够误望误众 然后尽快给他一个公平的审判 让我们所有关心此案件的基隆市民有个交代 林佩祥也表示希望和郑文婷来一场君子之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秦权基隆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隆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隆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核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大家好 我是睡美人 108年度各类所的扣面角及鼓励评单申报期间 自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2月5日止 扣角义务人挤付各类所的开立之扣面角及鼓励评单 可透过网络方式办理评单申报 不受时间空间之限制 一经上传成功即完成申报程序 省时又便捷 大家记得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 下载各类所的评单资料申报系统软体哦 有人在吗 救命啊 您好 我是足迹总部的统计访查员 政府透过每月人力资源调查 掌握就业与失业的状况 作为施政根据 我是访查员 请支持人力资源调查